严刑想必不少人会问这是谁 小编告诉你 他是曾经几乎秒杀马超的猛人 当时历史未略记载是这样的 遂与马藤相攻击 刑长刺钞 毛折 因一折毛窝钞象 几杀之几乎秒杀马超 至少可以看出严刑武艺钞群 事情大抵是这样的 西梁两军阀寒碎 马藤发生冲突 兵戎交接 马藤之子马超武力钞群 一时间马藤势力占了上风 严刑健壮 策马扬鞭 自取马超 马超自视力大 奋起相迎 并将长矛折断 为了岩形兵器一转 用断矛处直取马超咽喉 马超大惊 急转马头 锋芒划喉而过 只一盒几乎秒杀马超 此时此景颇为让人纠结 要知三国演义里 徐楚裸一斗马超 可是一代剑宽终不毁 厮杀缠民三百合 张飞挑灯战马超 可谓白天不懂夜的黑 决战天明 欲断魂 如此这般惊天动地的高手对决 竟然在岩形的一招 半世间就给拆解了 由此看来 岩形的武艺绝非泛泛之辈 那岩形究竟何许人物 岩形生足年不祥 自艳明 后改名为炎艳 金城人士 据魏略记载 岩形年轻时有一定名声 作为小将 跟随韩岁 而他几乎秒杀马超的一段 正是他作为 韩岁私人保镖的时候 而此以后 岩形的武力就再也没有太多的记载 而使岩行重新进入历史主流的机会 则是他代表韩岁败叶曹操 使得韩岁与曹操平息干戈数年 可见其也非常善于沟通 同时 岩形为了表示 对曹操的忠诚 主动将父母以及韩岁的儿子送至叶城 马超攻曹 直接害死老爹 而其位连接韩岁 也欲任其为父 为什么这么向吕布 后来韩岁讨伐张猛时 正好马超与梁州其他将领 商议起兵抗击曹操 一致推举韩岁为都督 马超的父亲马腾 此时也在叶城作为人质 韩岁开完会返回后 马超对他说 之前私立校尉忠尧 曾命我谋害将军 关东之人已经不可以相信了 现在我放弃我的父亲 如父亲一样对待将军 将军也应该放弃你的儿子 如儿子一样对待我 魏略记载 金超弃父 以将军为父 将军亦当弃子 以超为子 这一段我们可以对马超其人 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绝对的虎狼之事 而言行对于与马超的合作表示反对 而韩岁也听从言行的意见 选择拒绝与马超联合抗曹 最终导致为难之战的败北 而之后一件事 使得严行在韩岁镇中开始受到怀疑 由于韩岁与马超谋反 曹操杀了韩岁在夜城的子孙 以及马腾全家 但是却放过了严行的父母 这一行为让韩岁认为 严行有投槽的可能 为了留下这员猛将 韩岁抢破严行 迎娶自己的女儿 严行无法推辞 而这使得千里之外的曹操 对严行产生了怀疑 这对于一心想成为朝廷之臣的严行来说 与韩岁的缘分怕也是到了尽头 正好韩岁此时命令严行去管理金城西面的西平郡 于是严行纠集自己的部下 转而攻击韩岁 经过激战 严行因兵少将寡而最终失败 于是严行正式投奔曹操成为汉陈 从此以后严行被封裂猴 且作为下猴渊的副将 继续战斗在西凉战区的第一线 最终于215年剿灭韩岁 纵看严行一生 年轻时期出路锋芒 成为韩岁镇中的大将 而后却没有能够被史册记载的战绩 或许是他沦为平庸 亦或者是因其身处西凉 史及西少吧 小编相信其是后者 毕竟在三国之中 无论是西凉马腾 韩岁这样的熊才都未能独立列转 同时小编看到一个细节 而我们从严行的数次 辩局的判断看出 他是一个将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 无论是将其父母送到叶城 还是在西平叛变失利后投操 严行都是带上加小同行 都是为了将亲人置于一个安全的地位 这相比于马超的不管不顾 严行或许真不是一个行大事之人 因为他真的不够狠